在阳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 我代表中国中澳大利亚使馆 通过澳新国际传媒集团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向澳大利亚的广大华侨、华人、中资机构和留学人员 致以节日的问候 祝大家新年快乐、合家幸福、万事如意 刚刚过去的一年 中澳关系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习近平主席对澳大利亚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 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实质性地结束了自贸协定的谈判 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地深化 今年 我们将努力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的台阶 长期以来 在澳大利亚的广大华侨、华人、中资机构和留学人员 为加深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促进双方的互利合作 为支持祖国和家乡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奉献 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还想借此机会祝贺堪培拉第一个中文广播电台 AM1620开播 主澳新国际传媒集团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谢谢